施女士在杭州萧山一个小区的沿街商铺开店 她反映从上周开始不断有泡面桶和八宝州铁罐从高空坠下 施女士在杭州萧山郡旺府小区底层商铺开了鲜花店和奶茶店 商铺上面是住户 应该是上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是连着三个泡面桶 它是不同时间掉下来的 然后小区的保安都是看着它从18层以上掉下来的 对 都在这边 施女士说垃圾多数扔在她家店铺门口 还包括一个油漆刷 她向物业反映过 但情况没有好转 6月6号 6月5号 6月4号 它连着三天是娃哈哈的铁罐的 里面还有八宝州的桶直接摔下来 但至于从几楼摔下来我们就不知道 不仅仅是我 但我觉得可能路上有些行人走过的时候 这个就倒霉掉了 施女士说 八宝州铁罐都是下午五点半左右扔下来的 不是一次两次来 七八次来 这个楼上掉下来的 大概十天左右一直掉下来 这个行为应该没有让公众去娱乐 大家去评论 要这头上的罐 那是说种上来 物业工作人员说 小区实状二单元西边套临街 6月6号 他们在三楼到27楼的业主家门口都贴了温馨提示 说高空抛物不道德 请自觉维护小区卫生 爬到顶层用手机往下拍 三楼有个平台 上面也有一些垃圾 物业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在相关区域站岗盯绍 必要时会报警 他们第一次来 说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了 提醒才几天 又扔了 有没有说可能 怎么物业这边装一个朝上的监控 这个到后期 他们也会不成立 会给他们说的 就是所有的 要叫他们通过才行 这不是说我们套钱就没套钱 有些东西 在没有发生的东西 我们要把它 把它消灭在这个萌眼当中 不要让它发生到 我们才去满眼补牢 希望美国业主 真的要非常要 要非常要支持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